脾胃失寒 痰失严重 桂圆加花椒 帮你健脾和胃 脏寒去失 脾主运化 如果脾胃功能失常 运化不利 体内的水失运化不出去 就会在身体里累积 据实生痰 而痰是人体经验代谢障碍的病理产物 如果长时间堆积在体内 就容易损伤脾胃 出现打嗝 额腻 胃脏 胃痛 反酸 烧心 食欲下降 身体困重 自知无力 失眠等表现 这都说明是脾胃 痴寒过重了 那该怎么解决呢 今天分享大家一个妙招 不用吃药 只要睡前敷一敷 就能起到 垫脾和胃 散寒去失的作用 取桂圆肉一粒 花椒七粒 艾融适量 将它们混合 捣碎后 睡前用医院的胶带 贴在肚脐上 待醒后栽掉 桂圆能补肾温阳 艾液能通筋通落 而花椒能行气裹血 坚持做下去 就会发现脾胃失寒的症状 会得到缓解了 别忘了 太好了 我不想要